赖清德黄埔孝庆再谈两国论 拒绝首战即终战投降主义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咱们得谈个硬事了 这件事实在是太狠了 为什么赖清德台独工作者又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一次呢是黄埔军孝建孝一百周年百年孝庆 结果呢咱们的赖清德呢去主持了 并且发表了讲话 再一次的夹带私货 而且这一次非常的明显 上一次呢还稍微做一下修士 谈什么两岸互不离属 这一次非常的清晰 也就是说呢 他往台独的这方面又再次迈进了一步 首先呢 他对所谓的国家进行了定义 这一次定义呢 就非常非常清楚了 比如说呢 他说黄埔军孝保卫的是国家 那国家怎么定义呢 最开始的时候黄埔军孝呢在大陆 然后呢又跑到台湾来 跑到台湾来 然后定义国家就是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那这一下子就不好办了 你这么整你什么意思 好 你放弃了大陆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台湾独立 而且是变相的台湾独立 然后呢 他说了 他勉励呢 这个黄埔军孝的这些官兵啊 他提了三点勉励 首先一个呢 是牺牲团结 这两个历史的意义 等同于什么呢 就是说 未来呢 台海呢 要爆发战争 如果爆发战争 那黄埔军孝的士兵呢 应该到前线去当炮灰 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你不当炮灰 你也得当炮灰 你现在要认识到 你应该勇于牺牲 然后呢 马上呢 就什么 就让你上战场了 就这么回事 其实呢 我呢 也给黄埔军孝的这些官兵呢 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别打了 赶紧的 赶紧的 你抱个篮球也好啊 整个游泳圈也好啊 或者家庭也好 家机也好 赶紧跑到大陆去 赶紧投奔组国大陆 否则这战争开始的时候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非常的惨 其实呢 大家也看到了 台湾什么生产力 中国大陆什么生产力 你也明白 这种情况你是比不了的 而且距离又这么近 距离这么近 等于什么 到时候台湾一片火海 一片瓦砾 就不太好办了 赶紧跑 这是我的建议 不要听小赖子的 他不靠谱 第二个 勉励 第二点 这么说的 说呢 全心全意 奉献给国家人民 这个里边呢 他夹带了私货 他夹带了什么私货呢 说呢 这支军队呢 是捍卫民主自由的 是捍卫台湾人民的 是一支人民的军队 奉献给人民 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你这个人民怎么定义 你这个人民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说了 奉献给国家人民 你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你现在说了 你定义国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然后你说你的军队要捍卫你的国家 那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把台湾独立合法化 这是赖清德在做的 这种私货 小朋友看不出来 我一眼就看明白了 真是可恶至极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你说他真正的 说去 我发表一个宣言 说支持台独他不会 但是呢 他会参加到这些活动 然后进行演讲 演讲的时候就夹带这种私货 然后呢 明眼人呢 一般都能看出来 看出来呢 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他没有公开宣布 他支持台湾独立啊 他在官方 他不敢宣布啊 但是他讲话的时候 到处了宣布这些东西啊 有人说他害怕 有人说呢 他官方呢 他不想说 因为他知道战争就爆发了 其实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些讲话当中了解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他真正想要的就是台湾独立 但是呢 官方有限制 他不敢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了他这个情况呢就不太好办了 第三个就更明显了 第三个就更明显了 为什么呢 他说黄埔军校这些官兵 这些师生 他们要做的使命是什么 捍卫国家主权 这比前两条更狠 捍卫国家主权 等同于什么 他的意思 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这个情况比他520演讲的时候还要恶劣 这个已经非常明显的两国论倾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里边他还提了另外两点 首先一个呢 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离属 之前是两岸互不离属 两岸互不离属 咱这么说 咬着后槽牙 然后搞一些语言的这些行为艺术 语言的艺术体操 还可以就稍微圆那么一下子 勉勉强强给圆到正地方去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离属 你叫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圆过去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赤裸裸的两国论 一边一国 一中一台 然后还说什么捍卫国家主权 就说什么意思啊 就说台湾这个地方 他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是有主权的 等于说什么 这个演讲等于说宣誓主权了 然后他还说拒绝首战即中战的投降主义 首战即中战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是谁说的 这个话是2021年台湾的这个 之前那个领导人叫马英九 他说的这句话 马英九是通过一个务实的角度在说台湾与大陆军事实力的对比 如果一旦战争爆发对于台湾来说是什么样 赖清德很显然他喜欢玩自己的行为艺术 他喜欢玩自己的语言艺术体操 他在这一块所搞的首战即中战 他要拒绝这个东西 也就说明他认为台湾即使宣布了独立 也能战斗到底 那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警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提升我们解放台湾的成本 什么意思 就是说之前美国不是说了吗 让台湾当了一只刺猬 当了一只豪猪 现在呢可好了 他真的要去当那只豪猪了 但是呢 他这个首战即中战 是不是一种事实 如果战争爆发呢 一定是事实 怎么说呢 台湾现在的军事实力跟中国大陆比 最后如果这场仗打到了极限 那台湾肯定是一片瓦砾 赖清德还说 自己呢通过备战来避免这场战争 对不起 你没有这个实力 你这个情况呢 是这个样子 之前的于北辰不是说了吗 就是我们的侦察排长于北辰 说中国大陆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了台北呢 会迷路 我比较赞同这种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啊 台北呢 已经被来自中国大陆的远程火箭炮呢 和远程导弹呢 炸成了一片废墟 一片瓦砾 到时候我到这块去 我想找台北101 台北101在哪 怎么台北101我看不到了 没有了 怎么到处都是一样啊 到处都是矮矮的 一片白色呀 不是下雪了 都是粉末 这怎么搞的 我真的迷路了 那那不是这个吗 肯定是这么回事 其实台湾呢 真想按照实力 与中国大陆打仗的话 那根本不可能 那比如说台湾那个爱国者导弹啊 拦截率一个70% 两个140% 三个21% 这叫什么东西 这叫三角函数 我拿着这个哎 去参加阿里巴巴的这个数学竞赛 我能考前十名 我坚决不当第十三 明白啥意思不 所以赖清德说的这些东西非常的不靠谱 但是他通过这场演讲 他干什么 他宣示了主权 这个就非常非常可观了 这个是值得注意 之前说的是两岸互不离属 现在说的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离属 就没有留任何余地了 现在他就是在宣布台湾独立 然后呢 他强调了和平之柱 这个和平之柱 我看了四点 首先一个呢 强化所谓的国防力量 对不起 你强化不了 你就是一个岛子 最后把你炸的稀巴烂 炸成粉末 你最后呢 也没有任何办法 而且呢 我之前也说过 台湾问题是什么 台湾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事 跟你台湾有什么关系 跟你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拒绝不了你现在这个现实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 你必须得受着 就这么直接啊 之前呢 我有观众说 他们不想要中国大陆的生活 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现在战争没有爆发 你可以去移民 你可以移民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为什么 因为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现实主义的历史事实 也是国际法所承认的历史事实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就这么回事 你自己怎么想 你自己的价值观什么样 无所谓 因为你改变不了这个既定事实 这是现实主义角度所决定的东西 台湾所谓的强调 他要自己自主国防 不可能的 他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现在在战争爆发之前 我还是建议我的台湾朋友们 想跑的赶紧跑 想投奔左大陆的赶紧投奔左大陆 现在你做出这个选择 以后你不要后悔 第二个呢 赖清德说了 建构经济安全 对不起 你没有经济安全 现在的问题是 赖清德认为 台湾海峡一旦爆发战争 全球30%的经济都没了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数据 如果中美脱钩的话 结果是什么 我们回到冷战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 冷战时期 全球贸易的总额 只有现在不到的20% 那是基本的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台海一场战争下来 能损失仅仅30% 还保留70% 那大赚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什么 最后台湾一片瓦砾 什么事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第三个 他要稳定两岸关系 对不起 你稳定不了两岸关系 你稳定两岸关系 你得承认九二共识 这是最起码的 九二共识是什么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或者海峡两岸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叫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这个范本 这个原则在哪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在这儿呢 我之前说过了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到底是什么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当时我们没有这个实力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叫一中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和一个中国政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台湾最起码要承认九二共识 也就是美国的那个一个中国政策所描述的东西 这才可以达到两岸的和平稳定 但是现在对不起 你搞什么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离数 对不起 这是什么 这是台湾独立的一个宣言 你搞了这个东西 没有和平 第四个 要搞什么价值观外交 这就更扯淡了 你搞价值观外交 但是世界上外交的潮流是什么 一点都没有改变所谓的价值观 表面粉饰太平 实际是什么 赤裸裸的利益之间的竞争 而且赖清德还通过这个东西来欺骗自己的人民 那这个人就有点需要提防了 因为他这个做法居心叵测 想把2300万台湾人民往火坑里边推 那这个我现在这个节目 包括我朋友的节目在干什么 在告诉台湾人民 赶紧的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能跑就跑 如果跑不了 想办法把自己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 因为一旦情况不妙了 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赖清德这一次黄埔孝庆的演讲 我们看到了 他台湾宣誓主权了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互不离属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对主权的宣誓 所以呢他又谈了一次两国论 又谈了一次一边一国和一中一台 他所谓的首战即中战属于投降主义的话 那就等于说台湾要抵抗到底 最后完全成为美国的炮灰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